小米聊天 讲一下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消费券 8月1号派了水之后 已经过了几天了 市面的情形都报道 各方面都好像挺恩恩向荣 城中个个都觉得发费 当然了 到今天我当然有些 派了就算算了 其实整色整色的东西一向我都不赞成 我就记得为什么不派钱 当然派钱就好像很遥远 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派钱 搞了什么电子就算了 但原来真的要搞半年 接近搞半年才赢了五千元 你赢了五半年 其实每个月只有八百多元 每个月都是八百多元 实际是八百多元 但是市面一个情形 大家最近都有说 就是原来大部分 香港有时候 这个地方都很异形 就是你们经常那些商家就说 疫情没有生意 是吧 但是呢 到你一领了钱 领了这些消费券之后 你普遍看到 很多地方都加了一价 那有些外卖 以前有九折 现在就没有了 因为你给八辣通嘛 给消费券嘛 很搞笑 就是 这么根根根计教的 你 政府科水的嘛 政府请你吃饭 你还这么多东西说 但是我就觉得 我就突疾了 老闆 就是共度时间 政府给的那些钱 其实是我们的嘛 其实都是小市民里面 这么多年 可能你交税啊 各方面 你都是 那些钱其实 就是表面政府给你 但是其实 各位老 各位市民 你都有份出过力 你才有金融的成果嘛 大哥 不是你没有交过税 什么都没有做过 而无端端得到这笔钱的嘛 是吧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你说对于香港 有些商家 有些店铺 有时候你觉得 我觉得他那种行为 我就觉得 就是好像以小米的黎为黎 我想买了梭法 那没有演 我看中了一张 但是 你竟然加500元 加500元 那你多语说 我不知道啊 可能小米真的一个穷人 可能很多人觉得 500元是钱吗 500元你就加25% 很多吗 就是要你穷 但是你可能这样批评小米 没所谓 就是我们觉得 这些老板 这些老板 这些所谓的商户朋友 经常说 我们慘的时候 希望市民体谅 共度时间 但是 永远你又不会和市民 共享这个 就是这个开心的成果 没有 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错觉 就是永远觉得是这件事 就是你会觉得 市面上 就是这件开心事 就是不是要你减价 你不用加价 就是你是想着 反正是政府科 你们要洗浩一点 我就吃到你了 就是很多人最近都说 酒楼又加价 四五十元 一龙点心 是吧 很多人都在网上 Facebook 是这样写 那你究竟那些酒楼想怎样 一路之间 就尽快去把自己的2千元 这样而已 但是你 ahora 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很短 老实说 其实你也都是宣传你的间店 如果下下我看你 就像我跟家司婆那样问 我看一下你 你现在你 我就不要说这是国难财 你发这些钱 我永远对于你间店 就是我觉得 是污名化你的店 是不是 我不用你減价 你就原价 那个价钱再买 那你为什么要加价呢? 加价就是想着这些叫短视的经济学 这些可能就是想着 舔完都不知道有没有下水 我当然舔到你盡了 我想很多店铺,所以你看到药房 八达通都说什么 不知道收2%还是多少%,舔你钱 为什么呢? 他计算了,八达通舔我 我当然要舔回你们 这些老闆很多人都这么想 那你当下定立 后来被人揭发了 那药房与就立刻取消八达通付费 我相信他申请八达通不是说 是玩的,是继续的 说有又有,说没有就没有 你神仙吗?变! 不是的,你一早申请 现在你不敢玩,因为限于传媒压 传媒,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做 有没有前线记者去做 究竟整个市面是否通货膨胀高了很多 为什么会有市面 我不知道现在就算你两大超市 有没有加价呢? 或者那些网购的 有几家很出名的网购有没有加价呢? 食市很多都加了,肯定的了 是不是? 为什么呢? 或者他打算你捏准的嘛 我都为了你装了这个八达通了 我为了你装支付宝 为了你装微信 Tack and go 我都为了你装了 为了你装了 我当然是你们,喂 那些送卖贵20元跌 有时候呢 这件事就是这样的 你要人家共渡时间 但是呢 是你要人家 人家跟你共渡时间就不行的 香港的时候呢 有些商家呢 真的很贵 不是说小米说的 是吧? 市民很多都很惨啊 就是说大佬没有东西干嘛 这就是菠萝巴后应 就是你会看穿了 你要人家怎样呢? 叫救命呢? 就一定要打999 但是当市民问你 可不可以叫救命呢? 你们就按住你 不要打999 你都没有进去 你把刀都刺得不好应而已 流少少血 不会死的 你买胶布就可以了 现在那个消费的模式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自从今次之后呢 就是我又惊醒了 就是不要经常 就是以后那些 无论食肆也好 那些全零售业 就是叫救命呢 我坐那两三芒果 是吧? 全部就是 就是你说 本来我不想说 不要说是奸商 但是老实说 你对市民真的不好 是吧? 你们又懂得拎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市民的感受 市民都是派两千元 算了数 都说半年 其实只有八九几岁而已 半年才派了那麽差的东西 就是计办法通计 8月1日到1月1日才有 派了三个月半年时间 八九十十十一十二一 接近六个月 平均都是八百多元1个月 八百多元1个月 香港其实不是很耐用的 你还是车费都在那里 刚刚才 现在差在巴士 地铁没有乘机加价 刚才 刚才 你出去不涨 拉他不长 这个就是我们 今次疫情 你会发觉 一件事 就是因为可能 政府的政策畸形 你觉得大部分人的食肆 没有减过价 最多是外卖九折 没有说认真 共度时间 你会发觉 今年是我和2003年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 2003年记不记得 那年的SARS 整个市道 真的有很多减价 但是 你说这个疫情 这个新冠这个疫情 整体除了外卖 便宜了九折 但是很多家都做六七十元 一碟饭 那其实他们 放尊主 都是租金问题 对不对 那租金贵 他就没办法 他可能就去你 我说你租金贵 你不是叫我 减价给你 是吧 就是说到没 你可以不吃的 你可以在家裡煮饭 所以 就是这个疫情之下 你会发觉很多 多了很多 卖菜的店铺 那些什么新戒仔 多了很多 通街都有 现在真的很多 这个 这个都是一个 很 很 特别的现象 但是当然了 我们政府也有空 你这些东西 对不对 派了钱 你自己拆备它 谈备它 他都是想 但是这个 当然他派这个电子货币 这个东西 都是他想测试某些东西 或者跟商家测试某些东西 所以他才不派钱 就是他派钱 他第一 你这些东西 当然不会用的了 五千元 你肯定存在四千元 拿一千元出来消费 怎样可以 怎样振兴呢 是吧 就是他一定是这样想 这些东西 他才用这些电子货币 还有那么 那么 要分这么多个月 来搞 你买一样东西 又要夹单 又成 为什么 因为你 二千元 你都不知道能买到什么 大型电器 不用想了 你一定要自己贴钱 或者你整个家人 加上三个支付宝 两个微信 可能加上Tek&Go 又加上巴勒通 如果你全加六一 一加六口 是吧 你买一万元的东西 可能要五六个户口 加上才能买到的 但是 可能还要加了教 这个就是香港 那个 就是 我看完这次消费券的特色 所以以后 从今次开始 八月以后开始 我再不会同情到什么零售 那些什么店铺 就是说 没有人帮衬 乖乖乖乖 你快点收拾出去 老实说大部分 大部分 你们要和你共度时间 但是 当市民有点点好 希望你用原价 来帮衬 你又不和人共度时间 那这些是什么零售哲学 我不懂 我懂这条铁 总之我们这些典型 这些街头智慧的人 非常之不爽 不喜欢 不赖 老实说 钱也不怕 就是想买多一些东西 但是 买一些东西之下 你竟然加了我 有没有搞错 对不对 这个都是 其实我这样整个思维 对不对 你说有良心的商户有没有 有的 我相信有 究竟有良心的商户多 还是没有良心的商户多 就是大家 周围出去再看看 是不是先 不妨留言 究竟哪方面的商户多些 是吧 这个东西 都是我们常常讲笑的 这种哲学 其实是不好的 是吧 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过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虽然这套戏 是吧 就是 已经 这个《毅流春晓》已经 六十 我想六十多 一个五十年代的戏 都六十年前 是不是 是吧 原来你常常想着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呢 都是倾向 零售那边 跟你说的 如果你想 他为你 今晚早些发梦 我想就可以了 真的 或者那句 政府就再派到五千 可不可以派一万 那可能人就更加疏爽些